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赫州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 是竹鼠的聚集地 生活在这里的竹鼠原本家庭幸福 生活美满 要吃有吃 标肥体壮 然而每天总会有那么几只竹鼠 疯狂地在美食边缘试探 让村子里鸡飞狗跳 数据不留不胜 公鼠是经常会受伤的 因为母的一怀孕了 经常会打架 村霸华农兄弟决定替美食行道 我把他杀了 没有治疗价值 竹鼠界一直有个传说 脱鞋的声音是这个世界最可怕的声音 正所谓脱鞋一响 开始抽奖 脱鞋生过后 总会有一只犯了错的竹鼠被滑浓制裁 而这些竹鼠犯的错 也是千奇百怪 这只竹鼠 它只喜欢吃米汤拌饭 不喜欢吃竹鼠 这种下去 它拉的死都不饱满 华农决定 与此竹鼠施以火刑 这种下去不行的 不如我们再打去河边烤 华农带着竹鼠行走在黄泉路上 身下的彼岸花开得正盛 当来到了望川河后 这只犯下了滔天罪行的竹鼠被穿上十字架 这样就可以烤了 北美的一生 就此终结 熟了 熟了 而这只竹鼠的队形同样不可饶恕 毛色也不漂亮 这个毛 很粗糙 华农决定 与此竹鼠施以炖刑 拿来炖黄豆 肯定还没有吃的 经过了华农的拯救 原本丑陋不堪的竹鼠终于变成了甜美可人 浮如白雪的伊丽莎白鼠 即使这样 它依然没能逃过顿形的惩罚 犯下了滔天罪行的竹鼠被花农碎尸万段 在望川河边变得极为羞残 而这只因破坏了鼠戒安宁 遭到了最严厉的制裁 老是喜欢咬那个翅膀 咬得咔啦咔啦的去 你看旁边的竹鼠 那个瘦了 朝着人家睡觉 华农先杀后奸 再争再煮 虽然华农制裁鼠戒乱党的手段稍显残忍 但其实华农也饱含爱心 在发现一只竹鼠中鼠后 华农先是用土埋法进行急救 接着服以葱 姜 蒜 盐 酱油 料酒 蜂蜜 辣椒等多种药物 对中鼠竹鼠加以救治 使中鼠竹鼠不用太饱受高温摧残 变成美味的烤竹鼠 这是烤得最漂亮的 据华农兄弟描述 虽然他们惩罚犯错竹鼠的理由多种多样 但其实每一只竹鼠最深的罪孽就是 好吃 好想喝 好香